那就赶紧开始吧 太多了 好的 这个麦终于又传到了我的手里 那我们今天第一局呢是玉女烈白 那就让大家发一下牌吧 然后在发一下牌之前呢还是问一下 现在呢我们是每个玩家默认压币两枚 哦我们组织老师只有一枚 所以他选择了all in一枚币 那还有其他玩家压币吗 all in一枚币 还有其他玩家要压额外的币吗 没有没有啊那好 他这把如果输了就直接穿还是下个人穿 下个人穿下几乘 明天穿 今天脸肿了 不要说我的头发了好吗 你刘晓松 松哥你就八枚了 你考虑一下 你压两枚啊 不是 他组织你三年生你也死 对 对 两枚赢了变四枚 四枚赢了变八枚 他就交得起下期的门票了 你现在并不可能三年生 我们就找他一把 一把 一把 你也有正值 你也有正值 好 那我们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然后呢 这个前面的小插曲大家就忘了吧 然后我们就先开始游戏 大家多欣赏一下我们玩具腔的旗袍 还有我们七号的盛世美颜 好吗 然后想要给我们场上玩家投食的话 关注一下右下角的精神大师赛微博 上面有那个我们具体的投食规则 卖好了吗 你刚才 那个机器没开刚才 就是 哦 我们的麦克风好了呢 我们又可以站起来了 我们终于不用那么寒酸的船一个麦了 试一下吧 既然卖好了 那我们就打播广告吧 刚刚太穷了 我都没好意思打广告 这个呢 感谢我们这个天天狼人啊 给我们节目的赞助 关注天天狼人 登陆天天狼人 和你喜欢的主播一起玩游戏 和我们的牛肉干圈圈 还有诅咒 加入你喜欢的主播公会 和你的主播一起玩游戏 关注天天狼人APP 有更多资讯等待你 既然我们卖好了 我们就打一波广告吧 然后呢 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不要乱跑 可以在家里玩玩狼人杀 比如说天天狼人 或者看看直播 比如说1213 嗯 好了 就不要乱跑就行了 那我们现在拍已经发好了 我们先结束期吧 然后这个要入夜了 好 欢迎回到解说间啊 刚才大家辛苦了 那个 也是 好事多忙嘛 刚才也是辛苦王宝子 进来丁光五四 一通修 我们两个坐在 瑟瑟发抖 啊 避免被打 啊 那个感谢一下牛肉干的粉丝 送的那个腊八粥啊 刚才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桌子上 大家都有一个红色的 那个 一盒腊八粥啊 然后也祝一下大家 腊八快乐 啊 我们这局第一局 马上即将开始啊 本周的三局游戏板子分别是玉女猎白啊 狼枪守卫和梦魇 啊 刚才提到了两个事 一个是那个啊 就是这周我们是依然有那个呃 那个抢身份那个环节的 有有啊 据说据说对 据说好几个玩家好像在开卖远家 对我们这周是这样的 就是你去你去跟法官按拍对吧 按拍完了之后拍到呢 你可以选择任意身份 对 然后呢 而且可以选择在这一周六局比赛的任意时刻去 就是任意一局去用 那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相对来讲就灵活了很多 你不像说 比如说我规定你拍个女巫 就其实就蛮尴尬的 因为就很容易在那个位置透露一些信息 但是现在哪局不知道 而且呢 用的什么角色也不知道 就反正啊 就相对来讲灵活了很多 然后另外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臂的情况 就其实刚才他们大家已经说到了 我们现在场上最惨的是栗子 栗子和诅咒 诅咒是一枚 栗子是两枚 这两个人是 你诅咒就是必须得两连胜 没有今天第一把不赢 那就没了 对 他第一把即使赢了 他也是一恢复二 然后我们的规则是 只要你有臂默认至少压二 所以第二局不赢 他两个臂又没了 他就必须两连胜 第三局才能回到四 同样其实处在中卫区的这几个玩家 包括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 歪哥和小松啊 他们现在都是处在中卫区 就是他们手里的B是六到八枚 其实依然非常危险 就是危险在哪呢 你这就一个 你如果这周末 如果你不保持在一个六枚的状况的话 对 因为我们下周一开始 就会把那个基础的 那个六枚的税给除掉 所以呢 那你虽然活到了下周 但是下周依然在起跑 很危险 好 我们先到今天的比赛 两灯 不是不是 井上除了四号 六号和十一号 其他玩家均在井上 现在时间三十二分 请八号玩家开始发言 9号玩家请发言 10号玩家请发言 为什么大家都过了呢 那我也过了吧 我本来还准备了非常棒的整个发言 想了很长时间 那也没有 我是好人啊 他俩都过了 可能还 8还可以吧 9我不知道 我听听9发言 一会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 那就验个9吧 单留一个9吧 5精髓 验5是因为 哎 没啥 就 你长得帅 验了你 好吗 你长得帅 粉丝多就验了你 没有什么 硬要编心 人编不出来 就验了你是精髓 那个前面八九十 8号玩家喊过 9号玩家跟着 8号玩家喊过 然后呢 12号玩家去点评 他觉得8号玩家还行 9号玩家可能不那么行 对吧 非得小女警之间 互定身份还是比招那个啥的 所以我就把9验了 如果9是狼呢 可能我80都先放一放 也不是一定的逻辑 如果9是好人呢 那9号玩家再去管理室嘛 对吧 也能去管理 就没什么别的 因为890三个人发言 其实都是喊过嘛 过过过 我觉得验9可能收益最大 就把9验了 锦下有4611 三张牌 所以我也 不知道该流水不流水 也无所谓 反正是好人给我投票 是狼人也别倒过我 好吗 我也不爱抓倒过了 后面谁来啊 1237 一来吧 好吗 你来吧 你就你那啥了 就你来 好吧 1号玩家跟我对跳 还是可以的 那个 5金水 锦下留单留一个9 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8号玩家金水 锦下留个6 然后呢 10号玩家拍个身份子 我也不厌务了 5号玩家后这位能发言 听 我也不说12号玩家会不会骗我们 会听发言 只是锦下 只是锦下我 真不想流 我想看投票 因为11号玩家没调流 因为11号玩家 咱给12票 11对 他要给我上场 再考虑是不是倒勾 然后4和6呢 我选了个验6 其实我特别想验10 因为我觉得10号人家已向往 因为你看啊 为什么我就不验警 让你 你没开麦 我没开麦不是我的事 黄泉龙一为生意 我接着说 没事你说吧 他们也能听见 对因为10号人家说 你看啊 因为8号是我金水 他说过不说过的 无所谓 9号呢 其实说过 我已经挺挺不带他了 把这往这边来 然后呢 因为10号人家 为什么我说想验他呢 就他 你准备一堆发言 你发呀 没不让你发呀 那钱之位 你要是第一个发言 你也不发了呗 是这意思吗 就跟钱之位 俩很过的有啥关系 所以你说 你准备了一堆发言 不想发了 我觉得你是 可能想说什么 没准备好 而且 而且12号人家是 大概率他就是对跳的了 我也不说什么 他是诈身份的 这那也没有意义 这都白扯 他去聊酒 不聊你 我觉得很奇怪 说什么9号人家 验他来什么 还是管理石 没有什么所谓 那你就拍身份吧 这是我对你的 这个定义 9号人家 跟12 12跟9 对话 可能不认识酒吧 也不知道 5号人家在听你发言 然后警下再看看投票 我要警徽 验8没啥亲中立场 他开拍之间想搞我 我也不是说 验他是个好人 验他是个狼 能怎么样 我就是 你不搞我 那我就验你 是个好人 没关系 可以挺好的 那就验个6 好吧 然后就单留这一张 别的 再听完发言再说吧 因为钱之位 除了12发言 基本也没发言 我觉得最怪的就是10 好吧 对10也有个定义了 然后8号人家 警下再帮我分一分心 就这些 好吧 我过了 2号玩家请发言 我肯定是战编 1号玩家 你看啊 我有一个毕生的战编法 挺好 也许 我是说给8号玩家听的 这个战编法是什么 你看啊 那个嘴大老师 财主爸爸 那个钱多 币更多 而我们张硕文老师 就不一样 他6个出厂费 用完之后 仅存的那一个币 能用来干嘛呢 做的唯一件事情 可以购买一张预员家牌 所以我就 不可能 你压掉了吗 压掉我就战编12 你不是应该用仅存的一个币 去买一张预员家吗 你压一个币 确定压掉了吗 不好意思各位观众 刚才是有一些不强当的 战编言论是不对 不应该的 刚才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真正的战编应该是个盘逻辑的 你看12号玩家能在茫茫人海中 后面4个人的情况下 给5号玩家丢个精髓 多么大的力度 对不对 我就决定战编12 好吧 我本来是12五双了 但是我觉得 你凭什么压臂啊 你本来开始不都是买的吧 不 你看吧 就肯定是好人 因为我跟1跟12全部不认识 是不是钢铁逻辑 是不是爆水了 我今天想做一个瀑布男孩 5号玩家交给你了 好吧 那个穿旗袍的 能不能先去死一死 你穿着旗袍在井下投票 是什么意思 给不到你尽头 你必须上来说两句 这什么意思 你们都不聊7 难道7号玩家是张狼人牌 反正我已经说过了 上一周 我已经很努力的干过7了 7号玩家 你们已经错失了 他唯一穿旗袍的机会 从此之后 7号玩家就是神 我是不可能去碰住他的 7号玩家说 井下说投我 我就自己投自己 可不可以 反正旗袍和你也没关系 30秒 30秒就没有了 我沾边12 竟然压闭了 那不可能是个好人 你摸不到预言架 好吧 过了 2号玩家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你买了预言架吗 那不到2号玩家买了个啥 因为我觉得也2号玩家这个性格 再加上我们这个赛制2号玩家一定会去买可以搞事情的牌 那我 其实我 我首先我不管1跟12谁是预言架 我首先是先不信2的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没买啥好牌 我觉得你可能买了狼牌 然后你 但我 但我听你说的 我觉得 颇有道理 但我会觉得他12号玩家 我对你对话 我就不要放过他 就必须咽他一手 别管他什么瀑布拿 他绝对没啊 好好心 然后 剩下 我觉得景下这都挺稳的 4 6 11都在景下也能上对票 我就 之后 反正就先站12号的编吧 也没啥 我这个 其实论发言感觉他俩差不多 就是论逻辑的话 嗯 然后 但是 论场外 那1号玩家就怎么样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家庭条件不允许你抓一员家 对不起 然后 然后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过了 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发言前 插播一条空头 有一个ID为洛洛的人送给 对不起 送给五号玩家说 牛肉干26岁的第一场大事赛快乐 绚烂如星河 灿烂如你我 家人们携手同行 有你有我 嗯 好好 谢谢 谢谢洛洛的空头 谢谢洛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投食 那个 今天 我要问一下 今天赛事组卖的牌是一员家 那就没事 不是1号玩家 反正我觉得呢 你这把结束大概率需要穿旗袍了 我不知道 那个 你为什么是你起跳 这个东西 我不太懂 那个12号玩家 你要是混子 没有混吗 没混 那没事了 那就占编12吧 我觉得12 这12没必要吧 干嘛编一堆理由人海茫茫中来骗我 我是这么想的 那18能是两个我也不知道一号玩家是在脏八还是一八是俩呀 因为八号玩家不好骗吧 我我还好骗一骗我觉得八是挺难骗的那一八是两个嘛 待会听八号玩家发言吧 别的就没了 六号玩家很少在景下呀 小IK应该有点东西 别的就没了 我觉得二应该是好人 二应该是好人 12是远家 八九十不知道 两个过 一八可能同身份吧 一八可能同身份 九十又不知道了 没了 那我我肯定站边12了 我过了 因为我我去 因为一和12里面分的话 因为我听五号人家是个好人 所以可能就站下12了 但单听12和1的发言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那这盘我就先站12号边吗 因为五号人家确实发言都还可以 整体发言感觉都还可以 然后12号 景上给五号玩家丢了精神 我觉得应该不太像是12去骗五了吧 我觉得12和5都是好人 那我这盘就先站12了 然后景下投票呗 景下 四六十一里面应该会有狼吗 那看看 看看票 好吧 都别都别齐票 好吧 只要 只要三个人都投票就没有平票PK 好吧 都投票我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 方案家发完了 四号玩家发现结束 推出玩家请灭灯 人在井上的玩家有1号12号 其他玩家请在到时候投票 321请投票 4号6号11号投给12号 12号玩家当选井长 1号玩家灭下灯 昨夜平安夜 井长选择1或11号发言 11号玩家请发言 说一下上票理由 1的发言是 因为我开始我是没有一定能确认你们俩是谁的 但是12前志位给5丢了一个精水 你对于5开始是没有评价的 第二点你说11是不会验的 那11如果投给12 11是狼 如果11投给1 就是倒勾了 你的心理已经把我打为定狼 我就绝对不会上票给你 好吧 那我就赞编12 因为你的发言呢 就已经在看看想 就我发言因为不是很好 就想把我扛推了 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赞编12 因为前志位他 8 9 10发言没有什么 他算是 就已经算是前志位起跳了 然后他给后志位5丢了一个精水 你对他们两个的关系是没有任何评价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像 然后 8过 9也过 而且你打了10 然后你打了10 没打了9 其实我觉得10可能是偏好的 因为 9是跟着8说过的 10虽然说他有 他有些 说他有话没说 但是可能也是为了10场吧 是吧 然后我觉得 你打10 没打9 我觉得不太好 然后 那个 一个题外话 我很喜欢9号的声音 成为了你的迷妹 过了 10号没发来 10号还想起来 稍微尊重一下 10号大美女要发言了 那个先感谢一下 怂怂家的K同学 然后送的这个 这个果盘 然后说 拉八节快乐 加油 玩得开心 我就站一下12 井上89 我能是瞎定义的 因为那个 8号玩家 戴着口罩的情况下 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好人 还是狼人的 就是 那个9号玩家也 非常快的 过麦了 所以我就根本就 没有稍微尊重一下 大美女在发言 好 我们千里迢迢来北京 就为了度观众一乐 是不容易的 那个 我就先站12 因为我觉得5号玩家 确实像好人 发言也挺好 井下完全 没意外 都投给了12号玩家 我也没听出 11号玩家像狼 我自己是好的 1号玩家说我是狼 这倒是没关系 1号玩家 摸狼 又 又非常喜欢说 你说呀 你说呀 你紧上有话 我就不说 我放上井下说 怎么了 就是说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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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笑意思也是 你说为什么说 我们牛是干 是狼 你说呀 你说呀 我就放井下说 我就气死你 就听听大家发言 我井上也没听出来 我井上也没听出来 7号玩家是狼 别的也没有 就其他的听听大家发言 好吧 就站上过来 我井上过 实在是没话说 我真不知道 说啥 那个 我觉得昨天老师发现挺好的呀 为什么一票都吃不到呢 因为他看完牌 我抿他了 他不抿人了 看完牌直接就 当机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充点电 怎么了 王宝宝宝太差劲了 哟 他妈跟我说 压壁不压壁的事 是有病吧 你 咱别他们说 压不压壁的事 行吧 我觉得诅咒老师 发言挺好的 但是别的也没啥 诅咒老师在狼队 那怎么着 也是狼队的一张 保险扣吧 对不对 你得算是一个 他出来汉跳 全场不占边桩 没有一个人占边桩 井下 12号吃全票 井上这个金水 还没有发过言言 他发言 或者没有一个人占边他 孤狼 独狼是怎么了 我觉得有点太离谱了吧 但嘴大发言 是挺好的 我不是说觉得 5号想好人 12号就想好人 我是太久没跟嘴大玩了 我跟嘴大 我跟12号玩 在我这的印象 还停留在那个 守木人阶段 那如果他汉跳水平 这么牛逼的话 那我也是重新 再掂量一下 别的就没什么了 井下投票的 这个11号小小姐姐 挺好人 他说我声音好听 这就是美女 此间猎头 那4-6不能 4-6两张牌 不可能是两张狼人牌 都在井下投票吧 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好吧 听听4-6的发言 我就足够发言 可以 挺好的 我就过了 8号玩家请发言 8号玩家发言 12是个狼 50个狼 70个狼 10 没觉得像狼 4-6开一狼吧 然后 说一下 为什么占这个1号饼 我并不是说 听这个12和1 谁发言 好和坏 因为2号牌要占12号牌 我听到2号牌 像个好人牌 2号牌能占对边吗 我是 通过这盏明灯 告诉我 那他要占12 那12就不能是个预言家了 因为他占不对边 所以说 我在这 这一局 我找到预言家 主要是感谢这个2号牌 然后 2号牌 这个我也看见你 跟这个诅咒对话了 你 一定要干死他 我今天虽然占面这个意义 我都可以投死他 死我去 你给我死我去 还跟我三连胜 让我什么 还有 今天完事 我明天再重一步 我让你今天下去 就在穿棋袍 这个 是这样啊 我虽然占这个腰牌 但是呢 对立这个团队 你们劝劝我呢 我能压手 我 我这个票也不一定 非得投 不着急 我这个票不着急 一头是 然后 没啥别的了吧 我没觉得 就顶下这个11号牌 虽然是跟我占面不一样啊 但是 我听他发现 觉得像 还像是在分析 那4-6里面 自己往回游吧 我不信 顶下没有狼吧 这90 算了吧 往上 7号牌 为什么陷个狼啊 说 1-12没分请 因为觉得5号牌 发言好 所以说 觉得占边12 5号牌的发言是啥呢 5号牌的发言是 法官问一下 这个是只能买预言甲吗 不是啊 那个12牌 那你不能是混子吧 不 没有混子 那个 那12牌 你总不能骗我吧 那我要占边12 就这个发言 从你嘴里听完 是能听出来 他发言好 那你就是强去占 所以说 我觉得5-7和12都跑不了 另外一张 耳朵 没听出来 这个 我希望诅咒 你发言可以再差一点 死得早一点 早死早超神 这局死了 下去就有20个B了 我过了 希望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8号像狼 我觉得1号8号都是狼吧 然后还有谁是狼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前面听完了 我就觉得 8号玩家打我 千万家是狼 我肯定不可能是狼 因为我肯定是好人 我景上听5号玩家 为什么说5号玩家好身份 因为5号玩家 对着6号玩家 说句小RK 就是最早5号玩家 这6号玩家 还是KS老师 什么这种的 这个小RK说完之后 反正KS有点不高兴 脸有点搭了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 是5号玩家 现在由于膨胀 对6号玩家 这个 并非像以前 那么尊重这种 这种理由 我是觉得5号玩家 里面是有底牌 我单纯的是 在游戏里面 觉得5号玩家 可能是张神 所以他才会称呼 别人为小RK 所以我是觉得 仅限于游戏里面 没有别的意思 并不是说什么 6号玩家 哎呀 这个 那个 所以我觉得 5号玩家是好人 那5号玩家 可能是张神 那景上接到 12号 那个发的金水 那5和12 都是好人的球状态 那就 就在12号玩家编呗 然后 那我今天就先出1 2号玩家应该 2号玩家是不是好像不知道 我觉得景下可能会有狼 但是那大家都 都投到那个12 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反正今天 我们就先把1出了 然后女窝 看8号读不读 前面我没找什么了 差不多就 就这样 那我就先过了 嗯 6号玩家 请发言 呃 首先谢谢那个Eddie 和邱的投石 然后呢 我坐正一下 我觉得5号玩家 的确是从来没有喊过 KS老师 没有 从来没有喊过 所以这个7号玩家 我觉得这个发言 有点重伤别人 呃 然后呢 我听前面的发言 我听 我听前面的发言呢 我觉得7号玩家 帮好玩家都像狼 我觉得有可能1783张 反正我听7号玩家 景上那个发言 我就觉得不太三个好人 景下这个发言呢 反正 我听着反正不像好人 就是了啊 你们自己怎么去评点 我不知道 至于战边的话 景上12号玩家 其实发言 他是先这位起跳的 我没有听出什么 哪里有什么爆点 就是说 不管他是汗跳 还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我觉得至少是一个 合格的发言吧 就是你找毛病 可能找不到太大的一个东西 那1号玩家 景下的发言 可能就是后终于起跳的话 我着重去听 我觉得1号玩家发言 听着很怪 哪里怪呢 因为你说 我其实不是特别想 验景下的 我想看他们投票 然后呢 景会流偏偏 偏偏丢在6号玩家头上 我其实是觉得 10号玩家有可能是狼 我特别想验10号玩家 但是景会流在6头上 就是他的发言 跟他最后的 给出来的一个景会流 其实完全是相悖的 就是他其实不想验景下 想验10 那景会你追去验10 不就完事了吗 干嘛非要给景下 丢于这个6呢 其实没什么意义 你看投票 在景下再听一轮发言 对吧 拿到景会再说嘛 但是你又想验6 然后呢 又不想验景下 又想验10 景会流在6头上 我觉得听着反正就比较怪吧 所以我去对比了一下 我觉得 更早去验这个12 而且5号玩家景上的发言 我听着也还不错 所以12号玩家本身 虽然可能我不太 在这个年代 不太需要去讲什么 景上后终丢精水 什么这种事情的 什么力度啊 这样那的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加分吧 至少 所以我倾向于12号玩家 11张预言家牌 然后1号玩家 7号玩家 8号玩家 3张是狼人牌 然后景下11 因为7号玩家 8号玩家 前就会 大家都觉得11号玩家 暂时听起来都像一张好人牌 那虽然 大家都觉得它是个好人牌 但因为它的景下 我对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疑虑啊 会有一点点疑虑 剩下一张可能是4号玩家 没有 我没说你是狼啊 我说剩下一张 有可能是你嘛 那11号玩家 大家都觉得它不太像 都不太像那个狼人 但你也不能 我也不能因为你这个 4号玩家跟我投一样的票 我就能觉得你一定是个好人 但你今天这么美丽 我觉得我愿意相信你是一个好人 对吗 我觉得你这 就是我穿起来 可能就是太 撑不起来那衣服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这个4号玩家 把这衣服的那种 对 我觉得你等会应该站起来 给大家就是 对 你怎么说的 什么胖的 那个就是叫什么 叫丰满啊 丰满的这个身材 给大家展现一下 前途后翘 如果你能站在侧面 摆着一个S型的身材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鼓掌的 我是这么觉得啊 然后呢 我是个好人 好吧 暂时在这个位置 我会借上12号玩家 是一张愿人家牌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哎呀 不要为难4号玩家了 他这个 站起来说不定衣服掉了 怎么办 还是让他坐着发言吧 那个 6号人吧 6 因为他敢打7 8双狼 7号玩家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今天是不是7号玩家超粉日 大家这个去把亲密度拉满 好吧 那个听懂了 听懂了 那个 我想一想 其实我紧下8 最后说打我定狼 他如果不打我定狼 我真还考虑一下 因为他跟1 有点不太像认识什么的 我感觉 但是打我定狼就不太行吧 我确实是好人 这样吧 也好玩家 你再跟我对对话 我 我也可以被你争取到亚首 但我 人之一尽就是亚首 我不可能帮你投12的 基本上 除非 12了爆 好吧 有可能 我觉得6是好人 那个7 8 正有可能是178 如果12是原家的话 那井上的位置 其实就只剩34了吧 我觉得2好人 4好人没发过言 因为井下三个人 可能是有狼吧 因为7井上说了 井下有狼 6不像狼的点是 因为6他敢同时打7跟8的 就算他想垫飞 7跟8也不会被他垫飞 所以他打7 8作为一张狼人就没有收益 所以我觉得6就是好人 2是井上听的好人 我是好人 那实在不行 嘴大老师来骗骗我 1是个原家 然后8还是1的精髓 打错我了 就算发生这种极限情况 可能性比较小吧 所以我应该还是占12 那朗坑就是1 8 可能 因为7是6点的 但是7要不吃宴 12玩家你考虑一下 7宴一下 或者三四宴一个呗 大概这个游戏就这样 嗯 别的就没了 应该吧 那1号玩家你再争取争取我吧 我确实是好人 拜拜 我过来 4号玩家 我就试用这个麦是吧 我觉得很多 很长时间没变 很长 很长时间没见 大家都其实变挺多的 5号玩家成了中了一个 10号玩家不是背上了 那个奢侈品吗 唯独怎么 唯独怎么 6号玩家你还是一如既往的 就是见呢 啊 不是我真是想不懂了 为什么 爸爸不是 咱们开 开局我也没有对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来找我的 咱们俩 咱们俩这局 还是同身份 是最悲哀的 最令人悲哀的事 就是我听出来 你还是一个好人 是真的令人悲哀 我是觉得 1号玩家不太可能是愿家 因为 我觉得12 我先说12 我觉得你可以去验11 因为我是好人 我觉得6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你验完11 11号玩家如果是狼的话 我们可以排到7 因为7说锦下有狼嘛 就只有这一句可以排到 他是否为狼人 那如果11是好人的话 我们再去投7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你要不要在10跟2号玩家里面想一下 因为2号玩家锦上虽然发那个言 但是我认为他有一点是很不好的 就是他说12号玩家千几条 他给5号或者发了一个精髓 那么大的力度 为什么5号玩家在他的眼里面 就一定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10号玩家的轮次要稍微厚一点 因为我是觉得1号玩家打得太牵强了 他说10号玩家那个地方不说过 就已经让他 9号玩家就已经让他很那个了 10号玩家 他就更认为10号玩家是狼 那10号玩家都已经编出了 他已经说了 他晚上想了一大堆 那他是一个狼 晚上想的肯定是如何做好自己的身份 想了一大堆的言 那他锦上不发 他为什么成立为一个狼人呢 他不发 不是更证明他有可能是一个好人吗 所以我觉得10号玩家 你之所以在我这里有可能成立为狼 所以我认为1号玩家有可能是狼在打你 是他狼队友 就是故意做身份 我实在想不懂 我觉得890如果你要分辨 有可能有人是狼人的话 我觉得10号玩家 这可能是好人 因为890都是没有信息的 但10号玩家明显 说过自己晚上想过一堆话 那他不论是好人和狼人 他是狼人 他也肯定想的是如何做好 他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身份 的那些话 所以我觉得他没说出来更证明他有可能是好人 好吧 然后我是在那边12号玩家 我是 我不建议你验了 你自己去想嘛 我是觉得可以通过11去定7的身份 我觉得6号玩家是好人 我过了 我觉得你这个发言有点奇怪 就是你认为6号玩家是好人 6号玩家打780双狼 然后你让12号玩家去验11去定一7的身份 你这白转千回的你想干啥 我就觉得他他说了半天 他那个逻辑让我有点无法接受 那你就认为7 你认为6好 然后然后认为就是你也怀怀一期 那就直接验7就好了 而且11号他发言什么的 我觉得好人坏人会比7号玩家更容易分辨出来吧 所以我觉得4号玩家为什么都是井下的牌 他不去打6然后去打11 然后说你跟6是同身份 我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场上比较就是大家都 其实11号大家一开始都说11号是个好人 是你第一个起来打他的 我一开始就因为大家都说是好 好人说是好人 老人也说是好人的 就大概率都是好人 就11号跟6号 然后反正我我现在听下来 我觉得5号发言挺好的 7 8我是听不出来 然后 然后 但是井下我是 井下 但4号也不一定是 我只是接着你发言 就是你的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我不懂你的那层逻辑要去验11 然后然后说 然后占60号人 就是验11 在井下就你们三张牌 然后有点懵 然后其实就是如果抛开场外的话 我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孩 我是真的很心疼一号 一号诅咒老师 就我不知道你是咋的了 你是真的是抓一个冤家牌 就一言难尽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感觉好像 然后孤里无缘 的这种 所以我就 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还会再好好听一下 一号玩家的发言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里都是鬼故事 我不站边 我之后 等大家都站的差不多了 我再站 我说一下 我肯定是要站边一号玩家 因为12号玩家狼坑不够了 我作为一个好人 我就要填进去 要不然12号玩家点不着 有可能要点道沟 我肯定站边你 因为你说 把你的精髓说我 因为狼人杀宝典里面第一条 三过必有狼 你们等会去看那个八九十里面 到底有没有狼 没有狼 那本书就是肯定是不对的 你别管他谁谁 狼人杀宝典 三过必有狼 不可能过过过 三个好人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个七号玩家 我从晚到现在 我就没跟他同身份过 晚上就二期里面选图 谁活着 就代表女巫相信谁 我就从来没有跟他 摸过同一个身份 你懂我什么意思 他每天都在后面叽叽歪歪的 那玩具枪 我觉得你是真的牛逼 你知道吗 圈圈老师是你说的吗 你就现在告诉你 你等一会就圈圈 不要爬起来 但凡他爬起来 你就是具尸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实际举报 刚才你发言的时候 他骂你 他骂你 我觉得 我骂你 你骂我傻屁 我也在编你 我垫飞你 我肯定是 因为 那个 那个十一 十一是什么 追星老吗 说什么 反水声音很好听 你说他漂亮 已经很假了 你要说他声音 我学不出那种声音 我不抽烟 所以他那种声音 只有经历过沧桑 才能发出这种东西 反正 你说我是什么 我都站编你 我等会就投十二 反正晚上就 二合七里面读 行不行 然后那个 其实那个四六的站编 其实是可以不用站的 因为你们都听七八十双狼 那就根本就不用站 他给狼发精髓了 你们等会是不可能变票的 我是纯粹的是 作为一个好人 去填一填狼坑 因为要不然 预言家发言难度很大 因为目前为止 所有的人 除了八号玩家 是明确说我压手的 没有一个人说站编一的 而我 敢为人先 如果女巫就因为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放过了七号玩家 那是不可能 七号玩家 本局游戏 作为一个好人 没有一点点的输出 他所有的输出量 就是一 八双狼 井下有一个狼 他不点 哎呦 我拿狼的时候 七号玩家 点的可真实 二号玩家 你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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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不点 四二四PK 我是不能骂人啊 要不然 不可能 你看我拿狼 他就在那边拼你输出 我拿个好人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装生成 不知道 我听听看啊 没这种东西 好吗 就二七里面选读 好不好 你 不管你是什么 等会肯定先 先把你投掉 穿个旗条 弄一下 好吧 我们这边是 就是这个风格 没有用 好吧 我赞免你 你打我 是吧 我也赞免你 好吧 你没有用 但是你不要说 先出我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尊重游戏 你知道吗 盘大嘴 就这样 过了啊 我跳身份了 普通村民 一号玩家 真难这游戏 你看啊 我先点几个好人啊 八十金水 肯定好人 九肯定好人 然后四六 应该都是好人 因为我觉得四是好人 都说六号人 两个好人 那六可能是 然后三号人 你赢我 应该也八十金 没好人 但是呢 就你的发现 谁紧上 你说二号人家 什么 就场外了 怎么着 你站边他 你也没说为什么 你说我和他 发言 哪有什么区别 什么的 一个人也没说 你就说你站边他 你说 你的麦又没声音 要么你拿广宝宝的吧 那你推一下 跟他说 推一下二号的麦 推一下二号的麦 对 然后三号人家 你不 还看啥站边 就到你 没有人了 什么大家都站完边 你在站边 这不都站完了吗 你站呀 所以说 你这发言 我就没法弄 十一号人家发言 八号人家认为不是吗 因为你没把他 给你浪坑 因为我觉得十一号人家 是白浪网 这超级浪 比十二号人家 还像浪 无限篡改我发言 他说 我验他 不验他原因 是因为 他市狼会给十二冲锋 他投给我了 我说他是倒勾狼 我是这么说的吗 我说十一号人家 对于十二号人家的了解 应该是 能分清 他是狼人 还是好人 如果十二 十一是好人的话 那么你把票投给他 你就是他狼同伴 如果你投给我 我在听你发言 看看你是不是倒勾狼 这是我的原话吧 对吧 他就篡改我发言 说我怎么说他都是狼 十二号人家就说什么 你说呀 你说呀 拿狼 你说 我说 你看啊 你准备了一段发言 准备了一段发言呢 我不发了 我为什么不发了 你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发 因为你可以准备一段发言 你就发吧 对不对 你警察第一个发言 你也准 你也说啊 我本来准备一段发言 那我就不发了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认为 就是他说的这个意思 三过里面必有狼 这是他说的啊 我就引用一下 我觉得你像那个 跟风过的狼人 本来想说什么 又不说 你像狼人 这是我的 为你的阐述 我不验你 原因是让你拍身份 我想警下摸一下 对吧 然后六号人家说 哎 那你想验识 验识啊 怎么不验你了 那我 我说了 我让他拍身份了 我验他干嘛呀 那我验你不行吗 那那怎么这么大抵触呢 因为五号人家 我没有办法认为 你是好人 我给你对话 给你对啥话呀 跟你对话 对完话 你刚好说 你最多能压手 我是原家 我现在给你贴个脸 说我说原家 你压手你是好人吗 你不是啊 对不对 你说我跟你对完话 我说我特别像原家了 你帮我投十二 那你能叫好人 对吧 你绕一大圈子 你不还是要站边十二吗 是不是 那你 那我跟你对啥话呀 跟你对完话 我是原家了 你压手 那你能是好人吗 所以说那没办法 因为七号人家 就肯定是狼 七号人家的 首先第一 不站边我 其次呢 如果五号人家是好人 唯一的可能 就是七号人家说的 因为七号人家的发言是 我觉得五号人家像好人 所以呢我就跟着五站边站边十二 我觉得十二不会骗五 那我说了 警上我对于五 但十一打我 还有一点说 我对五没评价 他就在我后面两个位置发言 十二给他发金水 可能骗他吗 可能 那有没有可能他也是狼啊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把警后 验在他头上啊 对吧 那我为什么要留这个警后 这样接了金水的牌啊 所以打我这不就 纯胡打吗 那是啥意思 我也没懂 四号人家 你到聊也没说 为啥十二是原家 我不是 对吧 就是说场外 你场外 电飞KS那把原家 电的还不够爽吗 还场外 那怎么着 我不买 我就拿不着牌 我就应该是白板 我他妈拿着 拿一个 拿着麻将 白脸 是不是 不是 啥意思 我也不懂 所以说你这种发言 我就你妈没法弄 要不骂你 知道吧 为啥骂你 所以说就没法弄 那要这样吧 行吧 五七 五七十 十一十二 这不能五进零了 这你们好歹有一个 是不是 这不能五进零了 那没办法了 反正我觉得 我觉得十十一 因为我觉得能斩的 可能是五 因为七号人家是狼的话 可能 可能就是 拿五号人家做文章 但是五号人家说实话 你就发言 我真没法跟你对话 好兄弟 没了 就这天我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 景辉留先留了吧 我想了半天 还是留个八吧 就留个八吧 正常来说八就交给女巫管理了 但是我想一下 还是留个八吧 那个 不是 你们老说买牌吗 谁买冤家 那不就只有他上周 哪一个币买个冤家 正常爱玩狼山杀人 谁学好玩冤家 没人学好人家 买牌也不可能买冤家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逻辑 对吗 本来我是想念二的 因为二号玩家就没有逻辑输出 就聊的全是什么场外的东西 算了算了 就让你们放飞一下 对吧 反正因为你们编度站队了 我也没必要太去压缩老人的空间 我就验个八吧 因为八有可能是搞心态的好人 也有可能是你的冲锋狼 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好人想垫飞你 对吧 还有可能是你的狼同伴 就无所谓嘛 我就把它定掉 那个 十一号玩家我不验 那个 我给你足够大的空间 你是狼 你自己去找人 抗退 你是好人 我觉得你表水表得干净 对吗 我就不想念他了 还有啥 没有啥了吧 就位置就这么多 八精水就给八 八茶茶就给五 不是这点事吗 三号玩家发言 锦上发言我挺像好人 锦下发言有点懵 但也偏好吧 都站对边了 怎么你站不对 但你是个狼也不会这么发言 对吧 我觉得三号玩家也好人 九十里边 我不大想去定义 你们互相定义吧 你们互相定义吧 因为骑士郎坑是很挤的 对吧 骑士郎坑就是一 八 就是十一 骑士郎坑很挤的 还有七 七号玩家有五六号玩家管理 好吗 五号六号玩家管理七号玩家 对吧 就没啥了 因为我也不想去验七 对吧 因为验出好人他死得也快 验出狼他也走 观众不是喜欢看他 对吧 就不验他了 好吧 我就验个八 但我没说八号玩家 观众不喜欢看他 观众也喜欢看他 但你必须吃验 你不吃验可能吃毒了 对吧 除非你自己是牛 所以我就验八 骑徽留单留一个八 出一吧 好吧 就这样了 我验假 过了 希望玩家分数数 请在倒数后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二号 八号 九号 投票给十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投票给一号 一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哎 这一看一脑之中 一脑之中 看我好兄弟了吗 看我好兄弟 那就 我们这四郎裸奔呗 那还说啥呀 放你嘛 是不是 所以 那那那没分了吗 九号玩家是狼 八号那是狼 二号那是狼 我是狼呗 那没了呀 是不是 不是 你看啊 他发出这种眼 都说十十一 是狼 七号玩家也是我狼同伴 这俩也是我狼同伴 那就 我还能出局 你说这游戏怎么弄啊 那那你俩就吃毒 就 就这一个 一个吃毒 一个明天接着出局 呗 因为他说你俩是狼 你俩跟着投我 那是啥意思 这不经典狼人 冲票 那你还想怎么冲 没法弄 你知道吧 你 他说你俩是狼人 哇塞 这一票冲了 比他妈 他举台快 你说这怎么的 这没法弄 我倒了 我对话五号 那对话半天 那不还是投我吗 那我对话 他有啥用啊 是不是 因为你看啊 就看似就做成好人 是什么呢 就五号那种发言 我发言 我发特想好人 对吧 你拉了我 我能回头 这一票也接着投我 对吧 你说你是好人 我怎么能认识 你一个好人吧 你说句实话吧 兄弟 你告诉我最多是压手 对吧 我就没有办法 我所以 所以我认为 可能五是狼吧 这一票也投我 七号人家投我也是狼 因为我觉得四号人家 好人的点 首先第一他敢认六 他去打十一 他战免十二 让十二去验十一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认为十一是狼吧 十二也是狼 我觉得四号人家 就不可能是十二狼同伴 说你去把那个狼同伴验了 怎么怎么怎么样 而且还保六号人家 然后外之位也没怎么打 也去打了十 对吧 但是说十二人家轮次靠后 所以我认为四号人家是好人 因为六号人家 大多点 我没认为他一定是好人的 六号人家说什么 六号人家说 我为什么在十和六之间 最后还是选择验六 因为我道理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井下想开一张 井下一共就三个人 对吧 这十一号人家 做一张大概率免验的牌 然后呢 四六里我挑一个 我挑六 为什么从井下验 不明白吗 六号人家 那我说上十拍身份 十号人家 是不是我对他已经有定义了 我怎么说他都是狼 说我队伍没定义 那我还怎么有定义 怎么说呀 我也说不了啥了 就这些呗 那还怎么着 十号人家 大概率可能是吧 因为十号人家井下 他也没有回答 为什么他想好的发言不发 我说你得 我没有让你想发的言 我只是说你这个举动 特别像狼人 准备好一套 因为四号人家 跟我想好完全不一样 他说那他这样像好人 我觉得他 比如说甚至是想汗跳 前面都过了 哎我操我没准备好 那我说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就随便说两句 我就过了 这是我对十号人家的定义 好吧 没了就这些 我过了 一号人家演结束 天黑请闭眼 天天狼人是一款在线推理社交软件 游戏时能够视频互动 还能加好友 新版本即将上线 角色形象大改版 给你更好的游戏体验 现在登陆天天狼人APP 点击右上角红包 重点来了啊 输入口令 天天狼人心想事成 即可领取精美礼包一份 限量一百个 快来冲吧 其实刚才那个 弹幕不停的说 那个口令有问题 其实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 就是刚才有一个紧急的 跟天狼那边去一个 沟通的一个过程 去沟通一下今天的文案 包括他们输入的口令 到底有什么问题 最终今天的定位的口令 是天天狼人心想事成 就是刚才给那个刷弹幕 对对对 希望大家帮忙打一下弹幕 想去天狼灵力包的朋友们 可以输入这个新口令 来聊两句这场 我就想聊一件事 就是那一号玩家 聊了两轮吧 聊满了 钢铁汉跳 我觉得聊的也太差了 但是我觉得 左老师符合自身水平了 我觉得 就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一会儿再跟大家 说一下为什么是 好吧 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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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 十一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紧张选择 十二或十号玩家发言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八叉杀 我觉得你是女巫啊 那个 为什么九号人家能不吃毒啊 我也没懂 我是因为你说什么二七里毒 我就觉得你是女巫啊 所以我也没去管你啊 那个 反正 啥意思啊 要扛推我 卡了十一 我也没懂 他不会同刀同毒了吧 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吧 那个 就出八 八叉杀 十一八就是对对答案嘛 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那个 反正大家都站在这边了 不会今天来扛推我吧 因为我昨天 他发一言 发那么久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迟到 因为我大概扛我 他就没必要 发那么久的言 现在扛推我 也没有意义了 就把八投了吧 其他也没什么吧 为什么九号人家能不吃毒啊 啥意思啊 因为锦上八九十里 我就说了 我觉得酒是偏上的状态 所以我去研究嘛 为什么九号人家能不吃毒啊 我没懂 我反正出八出八 过了啊 那个锦辉留 是让我帮你留是吧 我帮你先留个酒 我就是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非常好 像你这种这种人 也能骗到人 很离谱的一件事情 那个街外老师说 锦下必有狼 三个人投的都是那个 锦下那个三个人 锦下那个狼投的是那个一样 我早就把一号玩家弄了 我就有一点啊 我觉得街外就是有一种魔力啊 就是要看一号玩家穿旗袍的时候 大家就不用讲逻辑 就投他 投他 街外我汗脚 我说能不能让街外穿个旗袍 跟我来讲逻辑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为什么帮你 为什么投你吗 因为你怎么着都推不到我 因为你起来巴臂查啥 要不然你狼坑也不够 我就无所谓啊 其实你们听不出我是好人 其实不重要 我再友情提醒一下 那个五号玩家是精髓啊 现在就是你们要打八九十一号 你别管他是同刀同毒歪怎么样 他只能是好人 我都很想知道一下 后面人的战队 这个坑是怎么挤进去的 真的很想知道一下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狼同伴 八九是必量狼了 那我不是 你就无所谓了 你就打二八九三年狼 我是个狼 我给冤家留个警惠留 你咽我吧 然后给我丢个茶叉 你咽酒 你咽酒 我觉得那个叫什么 樊水老师 那个接茶叉的时候 识别度会比较高一点 为什么七号玩家就不吃毒呢 有反弹这个技能吗 这毒不掉弹你看到吗 哎呀 算了无所谓了 那你们自己搞一搞嘛 反正今天我再说一下 八十二的轮次 和我没关系 因为我听那个 你看没 其实真的没位置 你看三四五六 全部都要去投一的 而且是义无反顾的投 因为你们打狼 就直接把八打成狼的 所以你们就根本就 站边根本就是 不用听逻辑站边了 因为你认为 八都是狼了 一号玩家只能是狼 所以说什么 你们你们都都不会改变的 反正也没啥了 就投个 你们反正我就听后面发言 如果后面谎人都说要投八 我们就加入 就一起投了就可以了 好啊 别的没有什么 哎 那是必有狼 所以是狼啊 别的我没有什么了 那个 我也不知道女巫是谁 应该大概率是被砍掉的女巫吧 因为 我也不说和我没关系嘛 你们自己弄一下 我是真心诚意展边一致 只不过发言发的不太好 哈哈哈哈 三号玩家请发言 其实我听二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二号玩家像个好人 我就在点那个一的狼坑 就是七八九十 里面开一个 然后再加一 我觉得不太像这个配 就是不太像 然后而且就是十二号 你对就是景夏 十一号已经走了 然后对四六好像都很放心的样子 就是你对你 就是景夏投你票的人 虽然他俩发言都还挺好的 然后对他就是很放心的样子 其实我是一个好人 因为我要怎么去表我自己的税呢 就是 我是一个我还没有 就是我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的确信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你是那个预言家的那种 就是我没有死去站边 但我如果是一个老人身份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去提出我的这些方面质疑 我只是就是有一些疑虑 然后就是我听二号玩家也像个好人 我也是个好人 然后四六牛都不怀疑 然后你现在又觉得九怎么还没死 但我也没有听出来 就是九九跟十 就是一一直在打十 然后你就把十放下来 你就在打九 但是九其实九的发言我不太记得了 我没有觉得九像个坏人 就反正也跟我无关 我就再听听八号玩家发言吧 然后再听听四六吧 然后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二号玩家还不理解 怎么一号玩家出局了 你还不理解上了 那十二号玩家和一号玩家都说十一号玩家是狼 十二号玩家对一号玩家说的是 你是狼也没关系 我不厌你 我给你空间 你自己慢慢玩 一号玩家说 那十一号玩家还能不是狼吗 他同我没理由的 他说没有理由 没有逻辑说我是狼的 不是那十一号玩家不是肯定投一吗 那这种发言不是肯定投一 我觉得你也不用那个辩解了 行不 咱们今天不是起了吗 三号玩家 那个一二八九已经起了呀 他们昨天自己都已经认了 你想现在我们回去要再 再找十二号玩家的狼同伴 十二一个五一个七一个 然后还要加上谁来的 还要再加上十 然后这中间还必须得把 二八九全部给认下来 然后九号玩家又是第一个起来 腻着所有人去站边一的 太难了 我觉得 而且你现在站边一号玩家的话 场上有四个狼 你现在站边十二号玩家的话 场上不仅有只有三个狼 而且是三个名的不能再名的狼 昨天的票行是八连五对四 这么一嘴的选择题 怎么可能有人答不对 是不是 十二号玩家 你根本就不用发言了 我觉得要什么警惠留 预言家就是随心所欲的宴 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 不是就票行出来了 二号玩家还质疑你 留不留警惠留 这不是误人吗 四个四个人投了你第一天 他还问你留不留警惠留 我今天给你投票 你归谁我投谁 五号玩家好好发言 你是我认得预言家的精髓 我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质疑过你的身份的 我觉得那个 你警察发言 我就觉得你一定是铁好人 那个我 跟你们肯定是一边了 我过了 五号玩家请答言 哎呀 狼是谁啊 六七十十二 应该是吧 可能是投错票 最后在 哎 一号玩家怎么那么老软啊 我都说我要压手了 真的是烦 六七十十二吧 可能四应该不是狼 我想了想六如果是狼 可能就是七的队友 那就六七十十二 六七十十二也不太能赢 那么一号玩家就请去穿旗袍吧 我输两个比他穿旗袍 也还行吧 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 好像 不知道 四应该好人吧 其实反水不太像狼 我觉得九不像狼 二不像狼 那那边就剩八一个孤狼 把王狼 其实十二燕八蛮离谱的 我是想压手来着 但是回想了一下 一号玩家说我还是狼 上头了 就给一头死了 头死就头死了 我是好人 四号玩家 挣扎还是要挣扎一下的 可能是六七十十二吧 那就 再听听嘛 再听听 听听后面这个六七八九十的发言 我对一下我的答案 如果我听八九多好人 我就头十二 我如果听六七十 好人多 我就头八 好吧 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这啥意思啊 当初你说十号玩家是愿员家 你说六号玩家是好人 一夜之间 啥意思啊 天上降大雪了吗 不是啊 六七四十二 你如果觉得一二八九 都不可能是四郎 那六七十十二 凭什么能是四郎呢 我觉得你得这么想 但是 我觉得你点到了一个地方 就点了个七 那我可以觉得二二九里面 可能有一个容错 我觉得可以的 但我就是觉得七号玩家 不太像那个好人 我反正觉得七号玩家 不太像那个好人 要不咱们 你觉得他 你不想战十二玩家变了 六七十二是四郎 那我们把七投了 这也没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肃清行动 我觉得就是里里外外 我本来觉得 反正我是站十二玩家变 我觉得七号玩家 是一号玩家的老同伴 我倒不觉得七号玩家 是十二号玩家的老同伴 我是这么觉得 我从第一天就这么觉得 然后呢 现在你觉得七号玩家 是十二号家的老同伴 那我们俩的观点形成了碰撞 碰撞的结果是什么 就里外七号玩家都是老 那结果投他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和十二号玩家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我的意见 就是虽然你八号玩家 是你的茶茶 对吧 虽然 但是 今天如果按照正常的游戏 一轮次是八跟十二 假设五号玩家 硬着头皮把你投了 你要是数据了 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投七 大家一定是happy happy ending 就投他 你懂我意思吗 但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你不认为 一二八九是四郎 如果你觉得一二八九 就是四郎 那你肯定没道理 去投外追的了 你一定就铁着 按照顺序 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 如果你后面听 比如说你听 九号玩家像个好人 或者前面前面发过 一二号玩家像个好人 那其实就是 今天可以投七的 因为你还是有景辉的 好吧 我说好人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还是跟那个 十二号玩家斩编的 虽然说那个 十二号玩家 夜里没死 因为我其实在 站这个一和十二的 这个 这个左右两边 我其实也非常犹豫 当我看见 一号玩家发一言 发那么好 我甚至一度以为 我站错了编 但是 但是 我看白天 十一号玩家死了 那十二号 终归是远家了 十二号玩家狼 怎么可能砍十一号呀 那你既然能盘到这儿 你二号玩家 凭什么还能说 十二号玩家是狼 都是死逻辑吗 十一号玩家死 能是十二号砍的吗 那没办法 十二号铁远家了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九号玩家 应该好人的点 是因为三号玩家 你这个位置保了九 你保了九都很奇怪 九号玩家在你世界里面 你去站边谁 你去站边十二的对吧 你站边十二 九号人家 一二八九 投的那个十二 你三号人家那位 凭什么能把九保 所以我觉得 那三号人家有可能是狼 那九号人家有可能好人 因为三号他是站错边的 在你身边 他是人家 站错边的狼人牌 你去把九号人家保了 那九号就一定是好人了 所以十二号砍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他帮你留就会留 谁让你自己不留 你自己的问题 十一号走 不会玩了 那 那怎么办 那就 那反正 目前来讲 我只能跟十二号 这名字 先把八出了 八肯定走了 这八号人家还能不出局 八号人家说什么压手 压什么的 然后不是还是去冲票了吗 因为诅咒的发言 他当时说 那个什么一二八九四张狼 那说明 这盘绝对不是一二八九四狼 所以这里边有好人 所以我跟那个十二号人家 是什么名 六号人家可能也是狼 六号人家说要这轮分票 出过七号什么意思 我招谁招谁招 我也很迷茫的 好吗 那所以 你没事分票 那上一轮你就很奇怪 上一轮打我 七八只狼就很奇怪 因为七八互打的 对 就算七八可能双狼互打 但这轮你怎么 凭什么就打七不打八了 那你怎么 那你要归票 你还不如归个七八 BK呢 对吧 你也不要八 你就单手上七号出局 那就先把八出了 然后 三六里太独不就完了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因为九号人家 好人 他投的匪票 但是被一张 战队边的三号人家保了 这是什么的 对吧 三号人家自己说的 他觉得九十号人 所以我过了 这还分不清吗 我今天出败 八号人家请发言 八号人家发言 其实昨天 投票的时候 就有点后悔了 就感觉 有点被这个 狼人杀的这个规则 冲昏了头脑 其实一想 一死不死 其实无所谓的 因为我昨天 如果头一手一的话 我今天还能接个金水 接个金水以后 可能还好打一点 这个 首先我 我底牌先拍一下 我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 就 刚才七号牌说 看见十一死了 就觉得那十二 已经是个预言家 我是看见十一死了 那就更加坚定 十二不能是个预言家了 全都站错扁了 再活一轮 又站错一轮扁 再活一轮 又站错一轮扁 然后大幕就开盆 菜比 那 他得像谁先被解救出来啊 谁先脱离这个苦海 最有意义啊 那十一号牌 哥 救救你 啪擦一下子 完事了吗 这不就是 那我这一看十一死了 那十二还能是预言家了 那有铁壁狼吗 那你七号牌 用这个理由来站面十二 你不也铁壁狼了吗 那跑不了了 我肯定投十二了 别的人我都没听出来 现在外置为一个狼 我都找不着 但十二肯定是狼 发我查啥 那七 你用这种邪恶的理由 去站面十二 我接受不了 那你肯定是狼 我不到 别的我不到了 我出十二 我过了 所以你们自己分辨吗 请发言 我觉得是四七十十二吧 那个 诅咒老师的遗言 还是发的挺好的 是这样的 我很难接受嘴大 点狼康 给我点一八 是两张定词的狼 剩下两张狼 出在九十十一里面 然后简回溜溜八 然后诅咒老师出局 这金城大师赛 我只有一个礼拜没来 就这样了吗 不会吧 你说刚才能不能往回游一游啊 哦你是狼啊 你游不了啊 我觉得因为太恐怖了 诅咒老师发言不差呀 而且你要是说八九一二十四个狼 八说过九说过 二号指着一说 你不配男预言家 真的吗 是有病吗 我们四个人在这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要嘴大走的 因为如果嘴大是个预言家 我很明确的知道 就算八号是一张狼人牌 但我自己是站坐边的好人 我很好上扛推啊 那他凭什么活着 他没理由活着 十号姐姐怎么站边 就站十二就要出一 刚才锦下发言说对一有容忍 投票一举那么高 为什么 我不懂啊 我觉得祖宗老师爷爷超棒的 没什么问题 十二号预言家 不留警惠留 这能是预言家吗 朋友们 你自己说 他没留警惠留 你能站逼他吗 你好好掂量一下吧 你这个十号玩家 太离谱了 我是不会回头的 我不可能回头的 我不接受不留警惠留的 小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把 他看跳 他不留警惠留 他就是狼 他这十二号 怎么不会要拍刀吧 老哥 要绑票了吗 这么悠哉吗 警惠留也不留了 但二号给你留 就发了疯了吧 刘八还咽一个茶沙 这更离谱了 你不会要给他发金水吧 你不要发金水 你不就走了吗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 我应该会出到嘴大账牌 祖周老师翻译不差呀 一八双狼 还有狼去哪了 KS 警下 无敌旋风倒勾 勾到屁眼里 那怎么可能 他还有一张是谁呀 不可能了 没有人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四七十十二吧 好吧 我请十号玩家 给我解释一下 他心目中的预言家 没有留警惠留 他是怎么看的 我过了 我会投十二 十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我个人是从而不留警惠留的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十二号玩家有没有留警惠留这件事 上一轮十二号玩家是留了警惠留的 他留了吧 这一轮啊 就是过了 哎 有声音吗 可以啊 五号玩家说 这局的狼是六七十十二 我怎么懵逼了 我看这小十十二号玩家都是摇头晃草的 我想吃饿不钢铁预言家 怎么回事 残情默默的 十二十一号玩家就走了 我是觉得二号玩家 就是大家都在说二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但我觉得二号玩家是指向性是非常强的 就是他非常清晰场上局势 他其实在嘲笑我们 所以我就感觉他从哪里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九号玩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判断错 因为七号玩家发言是有点怪怪 他说六号玩家和三号玩家要吃毒 要成为吃毒者了 把那个头的九号玩家给保了 那我觉得五号玩家点六七十十二 我是有一点没理解的是 因为八号玩家上轮讲你是狼的 他说狼就是一个五 一个七 一个十二 其他的还有一个我没找到 然后一号玩家居然没有借鉴八的 把你就是有点想要排了 就疯狂跟我对坏 因为我井上只是讲那句话 其实无伤大呀 作为一个老人 我其实肯定也会想好我自己要发的 所以其实没太大关系 但是我站不站边 一跟一号玩家是不是打十没有关系 因为越远家他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打对 情况下 但我觉得一起码是没有在点狼的 就是遗言之前是不错的 而且是没有点的 最后的时候是有讲的 而且十二号玩家其实没打十的 就一直在说 其实我觉得谁谁谁是狼 然后很小声的说了一句 我觉得十一 但是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是突破点是在于 我觉得五号玩家是不是狼吧 我觉得五不是的话 那就五是个狼 点六七十十二 我觉得挺扯 所以我觉得五如果不是十二 就是远家就这样过了 所有玩家可以结束 井上请归票 你就一句话 井上归票83PK 所有玩家请在到时候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二号三号五号六号八号九号 投票给十二号 三号七号十号十二号 投票给八号十二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现在话多吗 那个我没留警会说 是因为我都没有听完后置发言 对吗 那83PK不就出八言三吗 五号玩家反水了 还有麻烦了 这就比较麻烦 因为我是远家 所以比较麻烦 我是狼我就不会说你麻烦了 对吗 那个 我四肯定是好人 六投我 我不知道六什么投我 九号玩家应该是好人 他就是站错边了 我觉得九号玩家是 因为外局都说你是好人 三说你好人 七说你是好人 你就不能是狼 所以你只能是好人 八是个狼 二肯定是狼 我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第一天我把三饱了 是因为三警商就说 这个二号你验验吧 他站没有 他说这个二号你验验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不见面 那么我这二是狼 我觉得三不见的是狼 但是今天七号玩家说 三六里面要吃毒 初八 九号玩家是好人 那我很简单 我就把三验了 因为我认为三不能吃毒 三最多最多吃一验 三号玩家验出来是好人 那就六七里面去找 三号玩家验出来是狼人 那就把九号玩家宰出来 那就二三八 对吧 所以就验三收益最大 所以我初八验三 这八三PK总会懂什么意思吧 就别说我什么事 拉他们两个PK出局啊 为什么五六反水 因为你想我是真的很轻 我都要自己先发言了 正常我那么发言 他也是他也是查杀 我是觉得就赶紧结束 下一把了你知道吗 没想到怎么会出这种车祸 我都要自己先发言了 他死了我都懵逼了 我都让自己先发言 我就把八出了就完了呗 我觉得 就排队呗 因为他肯定要去死 他投了我 他说什么就不用 他一定要去死了 那就麻烦了 那反正女巫自己 女巫能回头啊 我想啊 我是个原家 如果 其实如果 如果他是 他不会是女巫的 他是女巫 他一定他一定开赌 我是这么想的 女巫可能选择去 本来女巫 老人猜女巫会赌酒 九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他们砍十一 就砍两个皮鸣 想拍刀 结果女巫没开赌 所以九号玩家就好 九号玩家不能吃毒 那今天晚上女巫就把八号玩家堵掉 明天 明天二是唯一内推 然后 在三六里面涨 就只能在三六里面 最后一篮就是三六里面涨 是谁 反正你们互相打吧 我不知道是谁 因为六号玩家跟着五号玩家回来投我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三号玩家投我 我能接受 你投我 我接受不了 三六里面 谁是浪 我不知道 我验不到了 但是就独八 明天唯一那天是二 然后三六PK 来得及就来得及 来不及拉打 看狼刀准不准了 好吗 我是个原家 过得过 我一定要准备 给五给五 五号玩家可以选警长 天黑请闭 欢迎回来 好 欢迎回到节目见 我说说吧 反正我 因为昨天我跟观众朋友们说 我觉得一号玩家不太是原家 是因为我觉得一号玩家 以对于场上的一些玩家的评价和定义 不太像一个原家 因为比如说第一天我听到的名号人 是二号玩家 四号玩家 五号玩家 这是我第一天听到的名号人 然后今天听到的名号人 是十号玩家 所以我听完这四个人是名号人之后 加一加上一号玩家 在第一天打的狼坑 他说十一是个铁狼 他说五号玩家是个狼 七号玩家可能是个狼吧 反正我觉得他打出来这个狼坑 以及他对五号玩家的这个 我觉得关系的熟悉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他打五就铁匪 所以我觉得一号玩家在汗跳 我补充一句 就是这个景辉流应该是没什么 就是他最后归的这个PK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当我们说预言家 没有轮次发言 给自己留景辉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留二重 或者三重的景辉流 比如说我留八三四 那大概率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出八 然后我的景辉流改成三四 这个从狼人杀的玩法 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切回现场 五号玩家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夜 九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紧张选择八号或十号发言 十号玩家请发言 九号玩家倒排 可是五号玩家上轮不是投了十二号玩家吗 五号玩家是十二号玩家的同伴 怎么会去投十二啊 当然那个轮次 你觉得所有的人都会 我是好人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没搞懂啊 因为 我就不去盘二七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是 八号玩家 他点的是 五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 那么 场上其他人 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站边 包括五六都有来回 但是五和十二 肯定要像是双狼的结构 你才能盘八十好人 问题是你五六两个人都去投十二了 所以十二号玩家上轮的发言 是他活在场上了 只有四号玩家 排除我是好人 只有四号玩家 一个狼队友了 其他人全部去投这个 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而且我觉得二号玩家 是狼人吧 他一直非常的开心 就是想嘲讽 各种好人的行为 只是我有一点没有打通的是 就是七号玩家的发言 他讲的 所以 但是九如果是好人的话 就可能把二要排进去 但是其实九号玩家 如果作为好人的情况下 九号玩家其实站边 要比我个人认为比十号玩家 要更强一点点 所以他他是好人 我就非常懵 我就觉得他是好人 就是我需要去想他是好人 那就是说他觉得一号玩家是原家 主要是大家都觉得一和十二的发言 其实是十二更像 就我们不从逻辑层面 还是他点的狼来说 包括十二号玩家的遗言 那我也没找齐十二号玩家的队友 这是重点 你五不是他队友 就是四一个人 我也不是 然后六号玩家还去投十二 六和五两个人 你们俩摸狼就是完全怂到 连十二号玩家不砍 就是留着他 你们就不投票吗 我是很难理解的 所以我没有找到十二队友 我会出发过了 好人 二号玩家 那个我说一下 你们稍微有一点点离谱 你们说九十好人 那个 那个post 摆post的那个人 能不能死一死 那个我先说一下 你看 五号玩家是验证的好人 九号玩家是吃刀的好人 八号玩家查杀 我是狼 我是我是狼 我没认狼 因为后面有几个狼 那个 汪 你圈圈老师 上海名媛 汪金金老师 景下对你做出了这番评论 你是真的尊重游戏 你当没听到是吗 你当没听到是吗 你们俩狼也太大了 这有点过分了 你稍微讲点道理行不行啊 那个十二号出局了 你帮他投了 大事查杀 三号玩家投的反评 那是不是他认为五六是好人 他 那个嘴大老师 再怎么不会玩 数字总会念吧 他说我是狼 八是狼 最后一个狼是谁 三 没有别人了 因为五六是他认为的好人 你不会在那个轮次 那个四七十里面有狼 会去投八号玩家吧 这车真的有点离谱 现在没关系 你们现在就打我是狼 是不是只要我发言发的像个好人 你们就拍刀 是这个意思吗 反正JY在他也不能拍错 我们先干那个卷毛行不行 哎呀不重要 反正你八号玩家归吧 这有点过分 你们砍了酒 还说我是狼 那我是狼 我们第一天要有两个倒勾 那两个倒勾 现在只能是三跟六 没有人了 六号玩家你是不是狼 就听三号玩家说 他是不是狼 就很简单嘛 现在酒是吃刀的 对不对 行吧 我是狼 我狼队友骂我傻逼 我要站边他 我就是我就是虫 行不行 对冲锋傻逼狼 我也不在乎 无所谓嘛 反正你八号玩家归就可以了 反正我也觉得 没什么太赖的赢面嘛 因为女巫肯定是十一嘛 十一号玩家 痛苦的离开了我们 我也无所谓 你们砍对了 现在酒 你们就看酒砍出去 是不是白痴嘛 我本来想跳 反正外哥在后面 跳了也白跳 我也不想骗自己 反正等会就弄一弄 找到猎人 他们就赢了 找没找到 和我也没关系了 这个 但是逻辑这个层面上面的东西 你们有点扯了 二号玩家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个好人 我不是狼 就是就 二号玩家 你就在什么苦口婆婆 心里说你自己不是狼 那你回想一下 你最开始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在第一局 你蒙骗了大家 是你让大家 所有的人 都站了十二号这一边的 然后倒的倒 现在导致一号 预言家孤立无援 然后大票型出局 然后你还帮一号玩家投票 你干了什么好事情 还说自己是个好人 我就真的是 就场外 不是场外的 我就真的 嗯 然后我真的不是狼 我就是七七号 真的是他 他是在掰 因为我我我我只是投票 就是投了一号 因为我当时也分不清 就我只是觉得十二号 大概率比一号更像一点 但我之后 我并没有认为一号 肯定就十二号 肯定是那个预言家 所以七号当时是掰了发言的 嗯 就是就什么叫我保了九号 我都没有认十二 必须是我心里那个预言家 我就保了九号 就七号你抓个狼 就要打就要打打我 那我就要保了 反正我是就是在我心里 我我现在是觉得 就是十二号怎么没有狼坑呀 就是因为六六六十 最一开始打七八双狼的 现在八是十二号的茶山 那八是好人 那七是那个狼 然后就七肯定是定狼 然后十二号 就就不是我就定狼 然后然后就是七 然后十二 然后然后其实 四六里还得再看看 然后九九跟十一 我认为都是好人走的 然后十 就是十跟二 十跟二 十跟二四跟六 里面在 还得有一个 就是一个 两个 两个 还得有两个 还有三十 四跟六 十跟二 但十跟二 反正我是觉得 七肯定是那个 反正我现在是 战一 因为我是个好人 七如果是个好人 他干嘛一直打我 所以我肯定是 不能相信 他这个好人的 外个是谁啊 他怎么能 名不得有身份呢 四号玩家 请发言 哎呀 二号玩家 一天到晚 口口声声说逻辑 说逻辑 其实聊了一点 逻辑都没有 哪有逻辑的层面呢 你说的那些 有任何逻辑可言吗 你说假设 你们是四个狼 第一天就有两个 倒沟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面 你们是成立为四个狼 第一天只需要 有一个倒沟 因为你是一个狼 九号玩家是好人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是 十二号玩家是狼 我们是不是 第二天需要 出来一个倒沟 不是那游戏 不是更离谱吗 第一天有八票里面 是投了一号玩家的 七号玩家 是我们的狼同伴 十二号玩家 汗跳了 七号玩家冲锋了 我们第一天 八个人 把预言家投死了 第二天起来 我们昨天 那个轮次 场上四狼在场 没双死吧 怎么可能允许 让十二号玩家出局 我就问你 我们十号玩家 四号玩家 加上七号玩家 三个人 三个狼 还有一个狼是谁 六啊 六号玩家是狼 是不 还是五号玩家是狼 你们俩其中有一个狼 然后第一天冲来 第二天不冲 是这个意思不 第一关键是 你票情出来 昨天只有四票 投了十二号玩家 把他投出去了 就很离谱啊 那我就不可能回头了呀 因为 昨天是四票吧 我没数错吧 是我 七 十 还有那个 还有谁来着 还有啊 还有十二号玩家 投的是八号玩家 对啊 那我是一个好人 那还有一个狼 去哪了呢 不会是你吧 小天才 你是那个一直 那个十二号玩家的同伴 第一天就倒勾了 然后昨天还把那个十二号玩家 冲出去了 你不会是小天才吧 那我输了 认了 行不 龙哥 那我就干拜下风了 这狼人杀就再也不可能超越你了 就彻底被你羞辱到底了 行不 我回不了头了 我已经把 已经跟你们俩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 他说的那个是有道理 但是 你要说我们四个是狼 就更离谱 因为 你还要再找一个狼 在第二天压手了 第二天去倒勾了 第一天八票里面 一定是我们四个狼 一定是有四个狼冲了 对吧 但是第二天 怎么可能反冲呢 对吧 你们假设我是一个好人 那还有一个狼 不就 那个了吗 我反正是那个平民 你们要是觉得我是好人 就听信我的一番话 行不行 我们今天听那个 现在谁归票啊 你归票 八号人家归票 那就听七号人家归票 或者那个 或者不听七号人家归票 直接投拜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 那个 不会真的有人 这局游戏在正常的玩游戏吧 能不能一号玩家是那个 能不能一号玩家是狼 然后十二号玩家是游戏家 然后那个 我是 不行 那我就是站对边了 那也行 反正一输就行 行不 没问题吧 我觉得七和八应该是可以知道厂长的情况的 我是 那个肯定是十二号玩家都对我出不来了 好吧 我过了 五号玩家的爱情发言 哎呀 逻辑都有正反吧 我听得懂 你觉得你是好人 昨天十二的队友不能倒勾 我肯定不是 我是他队友 我铁冲了 那个 我是觉得二是永远做不了一队友的 二跟一锦上的发言是永远做不了队友的 那九死在晚上了 那你在想那你那你回想盘另外一个逻辑吗 那天第一天投十二的是 投那个十二的是谁呀 二八九十二 二是好人 二跟一永远做不了队友 九死在夜里两个好人投错票了 那个十二凭什么不死啊 第二天 你想盘这些都可以盘 对吧 哎呀我不知道四是不是 四好像我是一直觉得不太是 七十就是脸 然后最后一个不知道是谁 四不是的话 三六里还有一个 打到勾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到勾 挺牛逼的 我觉得反正七十是两个 我现在是认为一是远家的 所以就八号玩家鬼票就好了 我觉得七十是跑不了两个 四号玩家 是个狼有什么好演的呢 因为如果他是个狼的话 他更像是 他更像是一个比较纠结的好人吧 因为他是个狼 他们三个狼就坐在这 反正也等着拍到 没有必要那么纠结吧 所以如果四不是最后一个 就在三六里 我也不知道是谁 可能是六吧 因为我说了 我第一轮保六的原因 就是因为六号玩家 紧下同时打了七跟八 那如果 那六做成狼的原因 只能是七十狼 如果七是好人 六在那个位置 拿狼不敢同打七跟八的 所以狼还是六七十是二 那上轮也没有点错吧 没狼 那我听听八号玩家意见 我会归票的 七十里归吧 应该大概率 过了 六号玩家请八言 我觉得就是四七十十二呀 就四七十十二 跑的话就直接投七就完事了 武汉玩家走了 其实我特别想跟武汉玩家说 就是 就 就甭管现在战谁 我感觉赢是赢不了了 就我感觉赢是赢不了了 因为十一号 昨天晚上没双死嘛 然后十一号玩家出局大概也是个女巫 那一跟十二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咯 那就是女巫 和那个冤家都死了 然后刚才九号玩家倒牌 假讨 那九号玩家大概也是个狼 那九号玩家大概也是个那个就是你知道你有身份的吗 那肯定那所以场上三个狼四七十 那就算站那个十二号玩家边 比如说一二三八十四条老人牌 那二三八三个 就怎么感觉都是一个好人已经积极的一个局面 但我觉得反正老人也不好看 那我们就那个就就尽我们好人的这个职责 先把七号玩家给投了呗 好吧先把七号玩家给投了 其他就不多说了过了 七号玩家 然后刚刚有一个超级空投是现在七号之外的来自 这个是CashMe 留言你K王就是你K王 谢谢 谢谢 好 下玩家请拍眼睛 那个谢谢谢谢K王的那个投石 尽量少投啊 直播间送礼物就挺 我这发现不是这四号五号去商搜索 我聊聊个屁啊 因为场上现在二三 不是场上现在剩的这几个人都是狼啊 听发言给我坐着 干嘛呢 这五号人家拿个警徽就去商搜索 我骗着 不是 我 不是我劝谁啊 他去商搜索 那他也不听我发言 那不是我铁区 我等等五号 我先劝劝二号 站错别摁了你 真的你想啊 那个 你想十二号人家 他肯定是个员家呀 因为那五号那我就不跟二号说了 我劝五号人家回回头 好吧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想你从你你这局 你就从三号人家那块入手就可以了 三号人家作为一张自己认为自己战队边的玩家 怎么可能就去保一张在世界里面跟自己上反票的九号玩家 对不对 因为 这就很奇怪啊 二号没有人 不是那个十二号打二号上 我倒没觉得二号玩家像了 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应该是好人 九号人家是好人是我保的 是不是死的是不是好人 如果我是狼 我直接 如果我是狼 第一轮的匪票投出来是一二八九 对吧 我记得一二八九吧 那打死这四个人不就完了 我干嘛还要在上一轮的时候 去 去打一张 我上一轮打三保九 那不就是打了一张三 那我的意思不是三号人家去倒沟了吗 九号人家站左边了 我没有必要这样吧 对不对 因为一二八九四张匪票都投出来了 那我直接扛脱就不好吗 干嘛要提前打提前量 说九号是好人呢 而且九号人家也确实是好人 对吧 那四号人家甭管你是为了害一号 还是找个自己可能会站左边的理由 但是你投对票了就不用说了 六号人家肯定是狼 六号人家怎么 你六号人家发言 六号人家这都干什么事了呢 他说你们认为六号人家是第一轮站左边 后来就站队了 十号人家应该是好人 八号人家是接了十号茶沙 那这十二号非得自己不留警徽留 他一眼的八号人家是茶沙 非要规个八三 我也不知道他在秀什么呢 但是这都肯定要出八呀 因为 而且就算出了八这局 我们好像依然很难 因为现在场上三了 我觉得是三六八 然后呢你出了八 那个出了八游戏不结束 那肯定是结束不了了 那场上场上神都走得差不多了 看看神我们也依然很难赢 但是把我出了就一定会输 因为三狼 我再走了再砍一个好人 好场上好人就剩不了几张 你们仔细想想 就是从三号家一块下下手 没什么 就是他十二号玩家打二号家是狼 但我觉得他打错了 打错你了 你是好人 我从他开始就没打过你是狼 对不对 对吧 你不能说别骂 你还跟狼站别 这 我就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吧 那个看看五号玩家 到最后能不能站回来吧 五号玩家站不回来呢 这盘 站回来可能也会输 站回来可能也会输 我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就拍不拍 你就拍就快 拍不拍就投死你了 就没啥可说的了 我现在 我听完七号牌发言 有一个新的想法 是我觉得四号牌 你有可能是真的想让诅咒 穿旗袍 就那我不知道你是 哪一个好人知道诅咒是冤家 然后故意想搞死他 因为我听七的话 因为刚才四号五号去上厕所 然后七号牌在等着他俩 那意思就是想 就是今天我七号牌 想活着必须骗他俩 骗他俩的意思 那就是四和五跟七都不认识 那可能三六里面 还得真开一张狼人牌 因为我认为二 一定不是 就先把你投死就完事了 你快点的 给你 我给你三个数几回 你要拍你就拍 你要不拍我就投你了 三 二 七 归七 过了 没啥说 四号玩家翻译结束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七号请再到时候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四号玩家弃票 七号玩家投票给八号 其余玩家投票给七号 七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对的 一三六八 歪哥点的对的 场上只剩最后一张猎人牌了 所以游戏直接结束了 给大家复盘 那个我今天这个头发 可能有点像鬼 因为我脸肿了 我得遮遮脸 给大家复盘 这局游戏的狼人是 一号 三号 六号 八号 女巫是十一号 御人家是十二号 猎人是十号 白痴是九号 平民是二号 四号 五号 七号 第一天晚上 狼人落刀五号 平民牌 女巫使用解药 愿人家验证五号 为金水 第一天白天 十二号 真愿人家当选警长 一号 狼人牌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人落刀十一号 女巫牌 愿人家验证八号 狼人为查杀 第二天白天 十二号 真愿人家被公投出局 五号牌当选警长 第三天夜晚 狼人落刀九号 白痴牌 第三天白天 此时场上只剩十号 最后一张猎人牌 然后七号 平民牌被公投出局 然后场上 好人和狼人的数量持平 所以直接狼人胜利 然后我们第一局呢 是狼人胜利了 所以 这个诅咒是活下来了 但是歪哥的比是越来越少 你先解说台吧 好 欢迎请回解说间 我们第一局又是一个长局结束了 先请早给大家说两句对这局游戏的看法 哦 我 行不行 随时场上飘过一只外鸽 对 我们继续 那个我就听着外边那语言家在那阴阴狂吠呢 反正他自己被扛推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第二天被扛推 好像挺像场上的一个风气 就一点 一点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吧 然后现在在那边挺大声的 那归飘的时候 你努努力好不好啊 十二号玩家 对吧 那个我是觉得本游戏狼队精彩的点是在于狼刀很准 狼刀确实挺准 对 砍了女巫 砍了与言家夜里又把白痴砍了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好人还是有机会的 对 因为狼第一天倒沟没敢冲 就二九两个好人在那冲票了 三六都去倒沟了 第二天的时候狼就跟着那两个好人就冲出去了 冲到马路对面去了 然后就把言家扛推了嘛 然后第三天七号玩家也没有劝回五号玩家吧 可能可能五号玩家陷入了自己的一个怪圈 所以导致最后狼队直接就算绑票活胜 其实应该算屠成 因为扛推了一个平民之后 呃 最后只剩张猎人就可以直接结束了 对 呃 先给大家复一下盘啊 这局游戏的四张狼牌分别是一三六八 那其实二号的啊 他虽然最终还是没有站回来啊 二号玩家王宝宝就没站过来过 对 但是他最后其实他可能是场上除了歪哥之外 唯一一个就是因为他还是盘了一个二重逻辑的 就是盘双边吧 他盘双边的情况下 他其实有说万一我站错了啊 这局游戏的狼坑可能是三六 其实王宝宝是有明确点的 但是他其实隐含着一个下意识 我暂时是站你们对立边的 你们那边的人都没有人能点对 那凭什么要拉我回去 其实是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他盘了个双边还是点对了 对 我觉得他可能他的位置上来讲 他是一个好人 他可能自己心里面也会觉得说 那个你们站对边的好人是如何认下我站错边的 当然二号玩家可能在其他好人眼里面 他的发言是很好能听出来的 对 其实这局游戏狼队打的就是一个 初期其实是打的非常的散漫 非常的失败 应该说这局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两边都是处在一个 因为我们第一天稍微有一点场外 推迟了一下开始的时间 所以双方都是处在一个非常懈怠的状态 那这个点呢 其实可以从很多比如说景上初期的发言 三过三过必了 八九顺过 然后什么把十号玩家给撩懵了 这都是一些初期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争夺的技术点 就是那个前之位顺过那个 其实王宝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没错 就是三过必有狼 或者说按我们其实的经验 就是你要景上前两张牌都顺过 就大概率有狼了 就是前两张牌如果含两个顺过的话 其实几率蛮高的 在这个位置其实 一开始盘的东西呢 都是差不太多的 然后呢 十二号真预言家呢 他的发言是比较平淡 没有什么漏洞 当然气势什么的差一点 然后 汉跳狼诅咒呢 就是他呢 首先没有点那个五号玩家 因为是景上后之位的金水 对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其实有提到的 他觉得八九十里面 十号玩家 作为前之位三顺过里 好歹还发过几个颜的一张牌 对吧 他觉得他最差 但是又不验 又去验景下的六 就其实就有一点蛮拧巴的 所以其实总体上 两个人对跳 其实聊的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五五开不是说 两个人聊的有多好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失误 对对对 然后歪哥呢 一开始也很随意 其实歪哥是给狼队留了一个 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故意 他是给狼队留了机会 他景上那个战鞭的理由 就是我觉得五是好人 那就 我觉得五是好人 那我就战鞭十二 其实这个在逻辑上 其实是有很明显的 问题的 因为景上好歹也是有九张牌 对吧 守之位发言的预言家 发了后之位一个金水 即使是好人 不一定一定是预言家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狼队三六 其实打的都蛮认真的 那么其实初期来讲 为狼队做贡献的 就是这张偏倒沟的这张KS 它是我个人认为 它是第一个认认真真 开始串逻辑的牌 就歪哥留的这个坑 就是KS很勇敢的减了起来 把这个点给打了 所以其实从一开始 为什么歪哥一直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其实有KS的功劳 起身就打了一个七八双狼 然后便于后期 就是自己慢慢过渡到冲锋 那个位置 我是觉得七号玩家 如果在狼队视角里面 如果对于七号玩家身份 如果是平民的话 我觉得狼队大概率会把抗队对象 放到七号玩家身上 这样的话七号玩家才可以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发挥空间 因为他需要 还得养其他好人去认下来 然后其实应该说的好人团队外之位 我觉得玩具枪这把 应该是发挥比较优秀的 他其实不仅从头到尾站队边 而且他是其实真的是在用硬核的逻辑 去说服大家 就是 你比如说他盘的那个逻辑 就是其实是有点 我们说应该算人性流 但其实是对的 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那天去保圈圈的那个逻辑 对吧 就是首先按我们的经验 八九两张牌前之位胜过 就不太能是两好人了 然后实在那个位置 他的发言是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前两张牌这么一聊 把我给聊懵了 所以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被汗跳狼诅咒 抓住这个点 想去往石身上制造抗推位 那其实玩具枪那个盘的逻辑是蛮对的 就是如果十号玩家是一张 就是你盘他这个发言 你要说他是狼 我们隐身一点说 你只能说他一开始准备汗跳 那是他是符合格式的 我准备汗跳 但前之位两张好人牌 为什么都喊顺过呢 一下把我的格式给打崩了 我现在跳不起来了 那是合理的 但是诅咒打的那个就不是特别 因为我如果是个狼 我起身准备了一堆发言 那我肯定就是希望我这个发言 能够做好我的身份 那我就也就不存在 如果我是个狼 我会更加的把这个言发出来 然后以便于争取去扛推八九 这个逻辑其实是很顺的 所以其实仔细想一想 十二号玩家和一号玩家 对于八九十的那个定义 我是觉得好像就是 这个在定义八九十上面 我是觉得十二号玩家 就一笔带过就留一张就完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 没有建立什么逻辑关系 那就留一张我听着 或者闽的不好的 我就留进去就可以 反观一号玩家就是聊的太多 就像我第一天说的 我觉得他是个铁汗跳原因 一个是越聊越多 然后越聊越多 那么聊的多错的多有可能 包括他认的厂上的身份 包括一些打的位置 其实如果跟大家听的 好人不太一样的话 其实很像是一个匪汉条 然后丛哥刘小丛这轮是特别秀的 我个人说一下 我认为是特别秀的 为什么呢 他在其实他是一个在中后期 他其实是一个中后期 扛着叉沙在扛压发演 但我们知道这个游戏 其实打到中后期收关阶段 能碰出来的硬逻辑已经非常少了 就是都已经是基于我们打的战术已经成型了 我们用既定的战术去编一些发言 或者巩固一下之前的发言 但其实不光是狼人 好人也差不多是这个思路 打的是 你看举一个例子 就是二五两张牌 你看实际上拉已经拉不回来了 但是刘小丛做了一个非常 他后两轮 其实压根就没有再聊什么硬核逻辑 去证明自己了 但是他顶着查杀呢 他把自己的那种幽默感和这个他想要扛推的对象结合的非常好 就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没料什么逻辑 没有更多能证明自己不是查杀的手段了 但是他用非常风趣幽默的这个诙谐的发言 让所有人都觉得甚至到最后就是打狼坑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就没有人再去聊这张吧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发言能力 或者说发言风格带来的统一 就是带来的这个非常优秀的效果 他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七八两张牌 其实在倒数第二天 他们有一个关于场外的碰撞 其实说到这儿 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都意识到 就是关于十一号玩家怎么死的这个问题 歪哥其实先打了一个场外 你们觉得十二号玩家是个狼 他能够他能够去把这张十一号玩家都掉吗 所以十二是个冤家 但我觉得其实小松能在特别短的时间接住这个场外 他当时没有再去谈什么逻辑 他是很诙谐的用了另一个场外 就是在很短时间内编出了一个场外 去回击了七号玩家的这个碰撞 他编了一个理由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就是觉得十一号玩家站错边了 他不忍看十一号玩家在苦海里挣扎 所以给了你一刀 给了你个痛快 可能也觉得你像个神 这么一盘 你是不是觉得十二号玩家 有可能去到这个十一 其实我觉得化解的非常好 就是场外对场外吧 你拿场外这个东西打我 我非常诙谐的用场外回击回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松后来身背一张茶 让人再也没有人敢去聊他 其实是他自己 我觉得这局发挥的特别好 我是觉得 其实有些玩家可能站错边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没区分出来 我觉得还是因为场上对于这个局势吧 因为比如像二号玩家第一天的发言 他说好像都没有人站边一夜 那么狼可能去倒沟 他也没有听出来有谁特别像倒沟 那么他可能就觉得所有站边是二号玩家的 即使找到的狼也是冲锋 所以我是觉得有些 就是比如三郎倒沟的格式也好 两郎倒沟的格式也好 或者说八号玩家第一天的发言 被二号玩家认成好人了 那么也会有可能会让别人认为 八号玩家好人一号玩家就是原家 所以我觉得站边来讲的话 其实独立听发言是一方面 另外可能是因为格式上面被 好人被狼人骗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站错边也好 站堆边也好 就一局游戏的事 对吧 那下一局没准他再换一种方法听 那么又站错了也受不准 对吧 从我们场外的视角 就是刚才有个弹幕说 12角的局势非常稳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 还是对危机意识 他对自己的错判 我们现场OK了吗 好那我们切回现场 开始第二局的比赛 员 是 你怎么回事